县府15号在普里镇公所办理肺炎防疫演练 邀请县府相关单位及全县13乡镇市公所及卫生所人员近百人参与 由副县长陈振生主持 希望透过模拟13种状况进行实况演练 让各乡镇市公所了解疫情灾害防治处置及因应 能比较县府防疫机制进行整备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这些防疫示范桌上模拟演练 是假设新冠肺炎引发社区大规模流行 导致破疫症全镇封城禁足 民众禁止外出位 实际生活上的需求应如何处置而进行的演练 参与演练会议的副县长陈振生表示 防疫是从佐证 知识防疫工作在各单位的同理合作及超前部署下 确诊兵力很少 有效控制疫情的散播 他特别肯定也感谢所有继续工作人员的心脑付出 期望以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这项工作其实我们平常已经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尤其旧灾防灾方面演练都非常顺畅 利用今天的时间最主要就是让乡镇工手 也能体会一下 甚至于了解会员疫情进入受期感染的时候 要因应的一个状况 所以特别显定13项状况的遐想 最主要还是让他们在演练的过程里面 也可以提供给其他12个乡镇工手 大家观摩学习 我们疫情扩大的时候 可以非常快速地引领调整 甚至于做一个组织的工作 所以今天的工作虽然是超前部署 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慎重地 来做这周向的会议的规划 特别也要感谢乡镇工手 长期在这个防灾疫灾的里面 所做的努力 那累积的成果 可以公为未来在整个防疫工作方面的一个直结 这方面也提供我们县民 大家更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 这方面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辉镇镇长廖志诚与先员林芳瑜都表示 超前部署疫情防阶蒙力演练 是因要让乡镇工手人员 能了解疫情严峻时 需扩大管制时 如何协调各单位整备营兵 能及时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南投县在我们连镇长的指挥之下 超前的防疫部署的演练 今天在普立镇工手 跟南投县卫生室 作为配合来做一个演练 超前防疫部署的演练 今天是有模拟有状况时 在处理的默契配合做会更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感谢各个单位的配合 也期待说我们所有国乡镇工手 今天都可以有这个状况 眼泪可以收获来超前部署 在台湾由于大家的努力 还有我们政府一再的宣导 在防疫工作上可以说做的可圈可点 希望说在演练的当下 让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当我们疫情拓散开来的时候 我们地方怎么启动这些 怎么连结横向纵向连结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网 能够保障我们这些民众的安全 也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政府卫生局表示 基于疫灾防治 有比喻一般的天然灾害 为维持南投县防疫作业能量 及因应大量的疫灾来临前准备 政府卫生局因此 系统普遗城公所 在公所礼堂办理正性演练 将透过模拟13种的状况 进行实况演练 让各项正式公所了解 疫情防治处置及因应 能比照政府防疫机制进行准备 记者湘清福 普利采访报道